大家好,欢迎来到野曲三川 这期为大家带来的作品主题叫做山林之歌 中文字幕提代表 编曲三川 明歌 是雅琥瑞,是雅琥瑞 是雅琥瑞,是雅琥瑞 这钢体的尺寸是长宽分别为45厘米,高70厘米 是个垂直落差较大的小空间 展现的是一个热带森林中,岩石断面下的溪流局部生径 同样也用了缩紧手段 比如用一种安掘模拟梭罗的树冠效果 这种绝的根部随着生长代谢会累积增高 看起来像一颗小型的树形绝 但这个井总体来看,缩紧尺度并没有上一期神木森林那般大 而较小的尺度差,使得这个井对植物品种的包容度更高 交错的树干,茂密的植物和不那么高的湿度 也比以苔藓为主的景观更适合饲养爬虫 植物品种更复杂了,还加入了几种小动物 那么如何调和这些复杂的事物容纳在一个生态系统中 持续运作呢?上期视频的结尾我提到 造景就像塑造调和一个承载生命的平台 这期视频就来谈谈如何承载,如何塑造调和 还是如往常,尽量梳理概念,为大家提供一些 营物指导和经验见解 说的不对的地方,欢迎评论区留言谈讨 生态位是指在生态系统中,每种生物生存所必须的生境最小预知 是影响动植物的种群分布的主要生物因子 简单说,就是像一个人在社会竞争中逐渐摸索到了自己最擅长且舒适的领域和岗位 待的时间越久,越习惯,越适应,也越依赖 这个岗位就是适合它的生态位 就像每个岗位对人的专长要求不同 动植物的生态位也有差异化的条件分别 最明显的就是气候上的差异 如温度落差,光照落差,湿度差异,空气流动差异等 在钢内照明设备开启后,钢内的温度会有所升高 热空气上升,冷空气下沉 外加顶部光辐射强,致使这个高度仅仅70公分的钢体内 顶部与底部出现较大的气温差 照度方面,玻璃最顶部很强 下面浅滩处比较明亮 在一些阴影下面较暗 湿度方面,除喷林的作用以外 水流附近的湿度明显大于离水较远的区域 铺布出水的地方,我放置了增氧泵 让水流携带气泡 绵密的气泡带来了水分的快速蒸发 使得挨着水流的地方达到了湿度饱和 流程较长的活水,除了能给钢体提供湿度 还能带动钢内的空气流动 外加顶部的慢速风扇间歇性长开 为钢内带来了与外界空气的交换 但外界的空气较干 所以临近漏风的地方也会相对干燥一些 除了气候方面的差异 资源差异也是重要因素 比如地形上坡度差异会影响和限制植物的分布范围 有的植物演化出适用垂直的侧壁 有的植物则适合平坦的位置 同时地形的差异也带来了土壤机制的差异 比如垂直掩体的机制就比较贫瘠 平缓的地方因为容易沉积物质 一般比较肥沃 经常有落叶的位置就会有更多的腐植物 留不下腐植物的地方就会贫瘠 虽然造景中可以人工控制土壤的分配 但还是要符合自然逻辑 才能让生态景观的表现上更加自然且持久 如何根据生态位差异来选择植物品种呢 举例说明一下 画面中这个位置在钢铁的中间部位 温度适中 离水流较近 湿度偏高 由于倚靠山脚 背靠岩石 每天主灯开启后 光透过绝叶到达这里 照度2000Lux左右 在两小时后 浮灯开启 照度会增加到4000Lux 这位置地势比较平坦 有腐植质沉积 呈偏酸性 暖地大叶险 正是符合了这样的条件 这就是符合它原生生静的生态位 可以看到这些已经持续了三个月的老叶子 大部分依然状态不错 又萌发了一些新芽 再看旁边离水源更近的地方 环境就产生了变化 这里光照增强 通风提高 根部有活水 带有一定的硬度 枕叶辣椒绒就非常适合这里 再看上面岩石表面的位置 还有左侧锤壁 差异都有显著变化 那就需要根据环境特点 来安排相应的植物品种 这个景观的树干和侧壁上 我用了腹木型台蟹 比如腹干蟹 羊角蟹 还有一些台类 这些台蟹品种也是要符合这些位置的生态为特点 在自然中 树干提供的腐质质 远远不如地表的土壤 所以这些位置的台蟹品种 对机制的营养需求不高 更多依赖大气氮辰降和降雨 所以它们也比较适合直线部这样的无极机制 需要注意的是 要定期喷湿一些营养液 来模拟降雨带来的营养 除了台蟹 钢里那些相对高等一点的植物 比如凤梨 树漆兰花 猪笼草等 也都要了解它们的自然生静特点 从而结合缸内的生态布局条件来有序安排 这里就不细讲了 大家可以平时多多积累 动物的气息同样需要根据生态位差异来安排 这种微型手工是树漆的 体型微小 在食物链中的层级比较低 常常躲避在一些树干的侧面和背阴面 有树荫遮挡 光线适中 湿度最好不要太高 所以在钢体里的几个树干 正是符合上树条件 都成为了它愉快的活动场地 这样喂食也就比较方便 因为我很容易找到它 注意一点 日行微手工对UEB需求不高 但不能一点没有 可以每周拿出来一次晒晒真正的太阳 有助于发色和食欲 偏头出现的安乐器 因为这个钢体不能提供足够的UEB 所以后期没有放在里面 黑岩碱疏挖也非常小 它的树袭所位置比手工要低一些 喜欢湿度更大的地方 生态位上和手工形成了一定差异 喂食用喂食针在它们眼前晃动就可以 在水流边的位置还栖息着鸡蛙 这种小小的蛙白天喜欢在阴槽处藏着 夜行觅食 蛙相对于手工怕人一些 喂食上可以定期往钢里投放一些残翅果蝇 高钢体小水体的造景 非常适合利用钢体内的空间做水循环系统 为了塑造景深 画面中靠后的结构通常都会抬高 这区域完全没必要填满土壤 空间正好用来做水体循环 我用雪浮板切割粘合了一个滤泵仓 回转型的弯道内可填入五升滤彩 生化过滤的效能非常高 泵仓前置 顶部在造景里被一块石头盖住 方便打开维护 通过一个PVC管道走线 水泵将水抽到右侧较高的位置 倾泻而下有较大的落差 这条水流的沿线也需要精心设计它的走向 同时要考虑水道周围的密封 避免水流侧翼 这样的碰撞跌水 形成喷电筒效应 产生一定的负离子 对动植物都有一定的好处 关于切雪浮板 黏绿仓这件事 一直是造景者比较头疼的事情 我设计了一个拼插式的绿仓系列 用的是高韧性的发泡板材 适用203045这种钢体底部尺寸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关注一下留言区的LA码进行采购 拔地而起的树干 我使用了葡萄牙软木和黄利木 树基的部位用发泡胶配合骨架胶固定 顶部和侧臂用瓦西快杆玻璃胶固定 用木杆造景 最好将它们切割加工一下 把树干的顶头切割平整 可以直接用快杆玻璃胶固定在玻璃顶和侧臂 后期非常牢固 切割木杆 我近期改用电膜配合台前 装上切割小飞轮 用电膜的优势使切割角度可以控制得非常精准 卓美的电膜机抖动很小 扭矩强劲不卡壳也就不会脱手 比较安全 之前用手锯和万用宝的最大问题就是角度控制不好 抖动太大了 切不好来回着不?木材就锯短了 像这样把木材的两头切割成垂直的两个平面 就可以完美的贴合在钢的顶部和侧臂 卫景观的顶端增添了很多视觉层次 同时还能作为一些爬虫的棲聚地 这次并没有用水泥来做树干 而是用它做跌水的断面 因为水泥能做的东西尺度有限 小缸里太细的树干并不适合水泥来做 细的木干也不沉 不存在水泥这样的轻量化需求 附生植物不同于土培植物 在造成里初期需要陪跑辅助 帮助它度过初期的定制阶段 用线把苔藓和植物的根系固定在树干或其他结构上 线最好用可降解的线 以免后期拆线时候破坏植物的形态 如图中这颗积水凤梨就是用线绑固定在横杆上的 绑的时候添加一点椰壳 提供保湿和少量营养 顶部树干这些苔藓还有这些兰花都需要用线绑 线绑的初期要特别注意保湿的问题 湿润的状态可以保证植物根系与被贴附物紧密结合 才能形成定制 经常干燥就很难完成定制 另外就是定时喷洒较稀释的营养液 喷林出来的是纯净水没有营养 长期不给营养植物也难以生长定制 关于生态钢的喷林时长和喷头方向 也可以根据钢内初期养护需要灵活调整 比如初期的喷林时长提高一些 喷林方向朝向定制的位置 后期再逐渐减少 总之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根据发现和观察 思索理解后进行处理的过程 不能装好就不闻不管了 是需要参与其中的 通过造景和阳景这件事 你会更容易发现有那么多的生命 居然以那么多不同的环境生活着 你会留意到那些极微小的生物 都那么自在地生存着 甚至细菌这样的虽然形色难觅 但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生命在运作 这是掌握造景承载力的认知基础 从前我们每天上学下学 上班下班接送小孩 认为是一个苦差 但不知从哪天起 你会体会到图中的形形色色 都在向你敞开 自我焦点之外 还有着更广大的生活 我们可以观看和倾听 费勇老师讲金刚经的时候 曾阐释到 活着当然是一种痛苦 然而不是苦意 是一种体验 是一种观照 体验和观照 把我们带向一个更广大的存在 虽然我们此时此刻 在一个固定的场景中 但你的心灵 只要不固执于眼前的事物 不固执于跟利益相关的事物 而是随时随地的去感受 感觉更广大的存在 去体会不可言说的无限的存在 那么此时此地 心就会把远方 把无限性带到我们眼前 此时此地的一切 在无限性的包围里 就会显得多么微不足道 在无限的世界里面 有那么多美妙的细节 生动的行资 时时刻刻与我们一起生存着 我在上一期视频提过 造景者更像是生态的服务者 其实就是造景这件事的意义 并非是让你在一个 自己制造的小世界里 发号施令 而是长期与景观陪伴中 慢慢把急躁的欲求放下 开始观察 学会倾听 思考方法来帮助生态景观中的 植物和动物 思考如何更好的协调服务者的系统 而不是通过施加各种招法 紧紧索取感官享受 通过摸索和反复实践 去承载包容方寸中的众生 学会感受你与他们的连接 训练这种能力 推积到社会中 可感受你与别人的连接 处于天地中 去感受你与万物的连接 把对自我个体的关注 还原为对更大系统的关照 你在造景中遇到困难 失败与反思 再创作的过程 本身就是成长 过程既是目的 并非一定要达到 某个标准里的殊荣 但你每一刻都在精进自己 孟子讲 万物皆备于我 反身而成 乐莫大焉 释迦牟尼佛告诉学生虚菩提 应无所助而生其心 觉悟的人对于一切都不应当固执 但这并非做事不用心 而是说存在的真相 并非只是我们眼前所见到的 在造景的实践中 你会慢慢体会到 在我们曾经执着于那些 眼前的事物之外 还有更多我们无法见到的 以及无法想象到的连接 原来在别处也真实而生动的存在着 那颗谦卑心即刻涌现 逐渐让你重新恢复 获得孩童般的好奇和快乐 而且我们并非一定需要时间和金钱 才能脱离束缚我们的框线 在有限的环境里 可以体会身边的一草一木 一块石头甚至一颗沙粒 把事件转向内心的体物 你将会发现 还有千万个事物未曾发掘 这就像索罗在瓦尔东湖里讲的 谢天谢地 世界并不局限于这里 谢谢 这期就谈到这儿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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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